12月15日下午,王力宏发文宣布已决定与妻子分开生活,并表示已经提出了离婚申请。 两人结婚8年,王力宏和李静蕾经常将与儿女的生活日常分享出来,也曾多次公开合体出席活动。 回顾两人过往甜蜜片段不禁让人感到唏嘘。 2014年6月14日,王力宏,Music M.A.N.I.或李全开世界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在北京鸟巢开演。 王力宏现场首唱写给太太的歌《七十一分之一》。 当晚,王力宏首次唱响新歌《七十一分之一》献给李静蕾。 世界上有七十亿人口,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几率就是七十一分之一。 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我的那七十一分之一。 一番表白引来现场歌迷的尖叫。 据了解,在MV《七十一分之一》里面,李静蕾也惊喜入镜。 丽婷老公王力宏,但如今多年过去,王力宏无预警宣布离婚, 让歌迷只能将往日的美好放在回忆之中。